《想見你!只想見你!未來過去!我只想見你!轉眼了千個萬個世界》 大家好,我們是水尢水某 今天想看部好影集嗎? 這次要介紹的,是從去年底播出之後 就掀起了熱議的台劇《想見你》 《想見你》是由柯家燕、徐光漢跟施博宇三人共同單綱演出 一共有13集,每一集一個半小時,在每週日播出 而目前已經播完10集的《想見你》即將在2月16日揭曉結局 在目前這麼競爭的影劇環境中 這部台劇之所以會脫穎而出,持續獲得熱烈口碑的原因 是它打中了兩個最戲劇化的命題,那就是宿命與真相 它的宿命元素會讓人聯想到 明天我要和昨天的你約會、你的名字 以及王牌冤家裡,主角兩人追逐彼此腳步的欺美愛戀 而它層層疊疊的懸疑感,在每集揭露一點真相的過程 卻又不出忌日快樂與超時空攔截 基本上在影集裡,男女主角會一人分飾兩角 他們各自的靈魂還會穿越到不同時期的身體裡 去愛上不同時期的彼此 而編導也將處在不同時空的他們,剪輯在一起呈現 因此是一個需要一鼓作氣,專心觀看的影集 所以我們建議,如果想要完整享受這部劇集帶來的權宜刺激 一定要從第一集開始欣賞 並且忍過去前面兩集的步調較慢的劇情 因為越到後面會越精彩,絕對不能錯過 今天我們會根據一到十集所揭露的劇情來做分析 首先會列出角色扮相與目前已經出現的關鍵解謎道具 男女主角穿越的時間軸,以及重要大事件的時間序 詳細這些資訊可以幫助大家快速釐清前面十集的劇情 在繼續看下去之前 請先打開字幕訂閱我們的頻道,並且按下小鈴鐺 希望能夠幫助我們在月裡之前,衝破五十萬人的訂閱大觀! 在學校中遇見了跟前男友王全盛 長相跟聲音都一模一樣的男孩李子維 在黃雨萱過著陳韻如人生的這段時期 她得要找到穿越回2019年的方式 以及找出陳韻如即將被殺害的真相 但卻在一次又一次的穿越當中,發現了許多驚人的秘密 這些秘密簡而言之 就是男女主角黃雨萱與李子維 在2019年的時空裡,實際上相差了11歲 但他們在不同年代的靈魂,在最適合的年歲 遇到了還沒有愛上自己的對方 並且在這些時空裡深深相戀 所以其實男主角在劇集裡說的一句台詞就說明了一切 是不是在這無數交錯循環的時空之中 早已發生過千萬次 我都會像現在這樣 無可救藥的,愛上那個來自未來 想要改變這一切的你 而女主角也曾經在劇中跟男主角說過 如果有一天自己離開了,千萬不要難過 因為這不是兩人之間的結束,而是開始 而這樣的設定也讓我們聯想到許多描述必鎖時空的電影 也就是說,註定會發生的,他們怎樣都改變不了 但是如果要能夠快速看懂現在的到底是在哪一個時空裡 就需要根據角色們的扮相了 以下我們幫大家整理出每個角色出現時的時間點、年齡還有造型喔 截至第十集,女主角黃雨萱曾經出現在四個時間點裡 而且因為是靈魂穿越 所以同一個年份裡也可能存在了兩個黃雨萱喔 那你怎麼一個人在這邊 我迷路了,找不到阿嬤 你迷路了 那我還把你帶來這邊 快啦快啦 快,快到快到 哇 喂,快快去給我啦 誠如,你不是說要撐傘嗎 你傘子要哪裡去啊 這個意思 真的 這雨太大了啦 有沒有生產有什麼差嗎 哇 哇,你有病啊 我只知道你叫什麼名字 我根本就不認識你耶 那是現在不認識啊 我們讀同一所大學 以後有很多時間可以認識對方啊,對吧 那不是重點 重點是 就算你要跟女生搭訕 至少也先說從朋友開始當起吧 哪有人像你這樣 隨便抓一個女生就過來告白 我哪有隨便啊 我很認真耶 來,前面然後前面然後走 前面然後 前面然後 後面就親一下 快點,快點 就跟你說的一樣 第三個願望之所以不能說出口 並不是這樣 卻會比較容易實現 可是這個願望就算不能實現 你也不會因此感到受傷 分清楚黃雨萱在不同時空背景裡的造型之後 我們來看看她在那些時空中的重要任務以及解謎道具是什麼吧 觀眾的視角一開始是跟著黃雨萱的角度 在2019年試圖找到已經死去的王全盛 並且從2019年穿越回1998年 進入陳韻如的身體 發現深愛的王全盛其實就是李子維 也在1999年無力阻止自己所附身的陳韻如被殺 截至第10集 男主角李子維出現在五個時間點裡 而且她因為在2003年出過車禍 所以可以按照臉傷與腳傷來判斷她當下是李子維本尊 還是已經穿越進王全盛的身體裡喔 我是想說 女生賣籃球比賽很精彩 有一個八班的三球超準的 上班場贏的女生三班 真的假的 八班呢 不是陳韻如他們那邊嗎 我們去看一下 但陳韻如又不打籃球 誰說我要看陳韻如打籃球 我只要看妹子打籃球好不好 快點 不要吧 謝謝 走啦 李子維 你是台南人喔 對啊 但是這三年在加拿大讀書 趁暑假回來一下 你難道一點都不恨我嗎 我從來都沒有恨過你 怎麼可能不恨你 你死的不是只有陳韻 還有你喜歡那個她 我們好像才剛認識沒有多久吧 我喜歡你 跟我們認識多久一點關係都沒有 因為 打從第一次看到你 我就確定 我就確定 我喜歡你 因為 早上你認識我之前 我就已經切切實了 欸 是李子維 還是王全聖 分清楚李子維在不同時空的造型之後 我們來看看她在那線時空裡的任務是什麼吧 觀眾的視角從第八集開始轉到了在2003年出車禍附身到2010年的王全聖身上的李子維 她帶著陳韻如死去好友莫俊傑入獄的痛苦記憶 去到了黃宇軒的大學就讀 再也離不開這個還沒有愛上自己的黃宇軒 她的執著感動了19歲的黃宇軒 從此用盡全力深深愛著王全聖 但王全聖卻在2017年遭遇空難而離開她 這個失去肉體的李子維靈魂 回到了自己在2003年因為車禍昏迷多年的肉體裡 並且帶著與黃宇軒相愛七年的記憶試圖拯救一切 包括在2008年試圖阻止莫俊傑自殺 以及之後讓黃宇軒穿越過去到1998年拯救陳韻如的計畫 所以如果用年份來標註出他們四人的重大事件就會是這個樣子 看到這邊你是不是已經頭昏腦髒了呢? 其實我們在分析的時候也燒掉了不少腦細胞啊 而根據第10集的進度我們發現黃宇軒的心理醫師謝芝琪 原來就是李子維高中同班同學謝宗如的弟弟 而那個在前面幾集看起來很猥瑣的謝宗如 卻是因為被已經來自未來的弟弟謝芝琪穿越之後 才會在1998年出手攻擊了陳韻如 OMG,截至目前為止已經有三個靈魂在三個時間點穿越來穿越去了 但是我們覺得編導的巧妙之處就是人物的設定清晰明確 讓這四個角色的動機、情感與掙扎都很完整而且合情合理 另外也因為有清楚的故事主軸 讓穿越的規則與條件自然而然地讓觀眾理解不會執著於細節而忽略了故事的精神 看完了一到十集我們理解到黃宇軒與李子維的愛情之所以這麼動人 就是因為不管是在哪個時空、哪個年歲的他們 愛上的都是彼此的靈魂 不管是什麼時候黃宇軒都注定會愛上李子維 而不管什麼年歲的李子維也會盡全力地去守護黃宇軒 從黃宇軒的20歲開始 每一年的生日都有王全勝為他慶生的美好回憶 直到王全勝在2017年遭遇空難 讓26歲的他第一次獨自過生日 隨著電梯一層層往上爬 卻讓他看見了從此虛無的人生 生日快樂 黃宇軒 我們在一起之後 你說過 你絕對不會缺席我的每一次生日 可是去年 你卻錯過了我的生日 這可以說成是宿命 卻可以說是彼此的選擇與執著 最後不管他們是否能夠有情人終成眷屬 他們的故事都帶給了我們許多啟發與感動 但因為篇幅有限 我們會將角色的情感深度解析 留在2月16日完結篇之後再來分享 有興趣的觀眾要記得回來收看喔! 也歡迎你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你還發現了哪些彩蛋與線索喔! 我們每週都會有新影片更新 除了訂閱按小鈴鐺之外 也歡迎到Facebook、Instagram以及Line上面追蹤我們 收看更多《那些電影教我的事》